放上最后一块建筑模型 卡达基金会主席纳赛尔 亲切揽住台上孩子们的肩膀 在音乐声中宣布 卡达第一间妇幼专门医院正式开幕 犹如五星级饭店的医院内部 病患家属一踏进来就感到惊奇不已 我在进入病毒室 我发现了 我当然是很忙碌思考我的儿子 但我一直在看服务 而且还不用担心 接受高科技的五星级治疗 要散尽家产 建立医院的卡达基金会 在开设习德拉富有医院时表示 只要是孩童 医药费就能全面 不光是卡达境内的人民 可以享受习德拉富有医院的顶级医疗资源 周遭国家甚至是断交国的病患也能前来就医 目前医院还专注于开发治疗儿童糖尿病的数据资料库 未来渴望能为每个病童定制专属治疗方案 大家新闻